当赵丽颖与张小斐同台领奖时 有谁注意到赢宝的下意识举动 说到赵丽颖 如果说陆珍传奇事让他崭露头角 那花千古就是他全面大火的时刻 当时这部作品播出后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不但人气直线上线 之后出演的作品更是未播鲜火 特别是当年伊布楚乔传更是打破收视记录 一举还成为娱乐圈的收视女王 本以为这几年要被他的作品给严重刷屏 可万万没想到却和冯绍峰低调结婚生子 这对于一位当红女明星来说真的太难得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一点都不影响赵丽颖的好资源 产后付出不但接下了尤斐这部好作品 还和李冰冰等人合伙开始新的经纪公司和宋传媒 看来这两年准备在娱乐圈大展拳脚了 果然就在最近赵丽颖的经纪公司就迎来了 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签约了一位这几个月的当红女艺人 她就是假灵旗下的艺人张小斐 自从你好李焕英热映之后 作为女主的张小斐人气暴涨 如今更是成为了50亿票房的女主角 想要不红都难 现在的张小斐也渐渐向一线明星靠拢 不但好资源 曝光度不断 圈内的热门明星也纷纷慕名而来 其中签约热门公司和宋传媒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连老板赵丽颖待她都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的微博之夜吧 张小斐因为你好李焕英的缘故 成功获得了年度最佳实力演员 刚好老板赵丽颖也同获荣誉 所以两人一同登台领奖 就在这时有谁注意到赵丽颖的举动 她上台时并没有着急上去 而是没走几步就下一时回头看看张小斐 并且等到张小斐靠近之后才一同上台 之后在领奖的时候细节也是非常棒 在拿奖杯的时刻并没有直接拿走 而是停留了一小会儿 就是为了等待张小斐一同拿奖 不得不说真的被赵丽颖给暖到了 估计是因为张小斐首次登台领奖 怕她有点紧张和不适应 所以一步一步都在等她 看着这么好的老板 张小斐估计非常感动能够签约和送传媒了吧 如今两人同获年度最佳实力演员 也证明了大家对于他俩演技实力的认可 再加上又同为一个公司 想必之后一起演戏的机会非常多 相信很多小伙伴会非常期待两位最具实力的小姐姐同台表演吧